嗯 我想我 很快五分鐘 大家計時 昨晚的時候 三場比較大規模 反政府的運動 我現在佔領 立法院勝負為民 我今天看起來好像 在正越邊緣 那野草沒 野草沒 野草擺是那個Y76的時代 我其實在台下 你們大家舉辦 我這個蛇師嗎 我不曉得看到什麼蛇師 那我可能是一個要介紹嗎 嗯 百合 因為百合基本上抗議 抗議那時候 國民大會那時候要選舉 我們以前國民大會是選總統 所以那時候是 因為李登輝要選總統 然後 其實國大 因為國大都是 台灣以前的國大是第一屆國大 1947年選舉 一直到90年都還沒有 對 這是我們感到的 那他們為了要這個 就跟李登輝勒索 然後講了很多 大家看了 就覺得 因為在陽明這樣子 都要跑翻轉型 有些怪老子 在附帶器裡面 以外講 那他看不下去 絕對就去 這個中正紀念堂 我會從那紀念堂 裡面發展 他為什麼會變這個 因為前一年八九年 就是北京學運 其實有點 受到那個啟發 那既然有些他們 很好的 那 08年 其實停了很久之後 學生運動其實都很焦急 那大概 如果會有學生運動 都會關心一些很鎖碎的意義 那鎖碎到很多東西 那 所謂野草梅就是 就是這個 那是2008年11月之後 因為剛好馬上不是上台 然後那時候兩岸關係要 和解嗎 然後所以 海協會 海協會 理事長 陳雲林 台灣 結果 為了要迎接他 所以我們 本市太北就 街頭要戒嚴 很多國旗都 拿掉啊 然後 你拿國旗 像這樣走到走去都被破產太北 類似的 那學生覺得人權倒退 可是為什麼我們兩岸交流 要 要這樣子 問我去問我們 我們一直問我們國旗要不行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去抗議這個 那在立法院 這個就是今天 這個主謀事情 那這大概是三件 那我覺得這個 從九零到現在 有一些變跟普變 那 大概佔領一個公共常常 就是一個 一家的說法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那 學生其實公共的程度 還是 我覺得可能在普遍的 華人社會 就是 香港人都要這樣 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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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近 在台灣 學生是一個 對 就你 你沒說學生被誤導了 可是你不能說學生有陰謀 可是 你不能說學生有陰謀 可是 他其實有政治陰謀 就我們其他好像 除了學生以外的公共的法會 就是這樣 對 而且你學生要搞 一定要跟 反正兩千根 會有大規模的學生一種 一定是公共黨 在野黨 所以說才會公共黨 都知道 那可是因為一場在野黨 你不能又跟他靠在一起 你跟他靠在一起 你就會被 從野草莓 野百合的經驗來看 所以野百合 其實那時候 國民黨是分裂 在那邊被主要做 非常激烈 那如果 那時候分裂才會贏 那我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一次 其實有機會 因為 馬英九 他不只是民調師 我們馬英九在 國民黨 不知哪一人都有矛盾 他跟王金平有矛盾 他跟廉家有矛盾 他跟朱立文豪 自己都有矛盾 唯一跟他沒有矛盾 就是僵依化 跟 白副總統 大家就知道這個 可是這個很奇怪 他已經非常 在國民黨裡面 不過這個我覺得是有機會 那媒體抹黑的手法 都是一模一樣 都暴力 我跟他一個東西 給你撥十次 你就覺得 學生打破十次便多 打破 你給你撥十次便 打破十次便 那變的部分就是說 過去其實九零年代 都是宿舍 或者學到社團 那其實 現在基本上 在08年那個時候 其實 就是宿舍的地域新的 都倒掉了 都倒掉了 那當時這跟 我以前我們是 台大大陸社 那以前我們是 表現地域新的 有一陣子 他真的變成 大陸觀光社 你哪有在去大陸啊 搞什麼鬼啊 我已經不能理解 真肉一點 你了解大陸 對 可是我們以前 好 所以 以前 所以後來現在就變 往路 往路動員 那現在學生搞很多 比如說08年野草莓 野草蠻有趣的 第一次我在高雄 我有一種 那是我在高雄 中山大陸的教育 我就剛好看到他們 就 由他去到高雄 有一個中山公園 他們就學成巨蛋 巨蛋那邊 他們先去擠拿一個公園 他們就被趕到 那個中山公園 第一件事做下來 你知道幹嘛嗎 第一件事 我們以前都是先駕帳 他們先 第一件事 駕網路 就覺得奇怪 好像我們在網路會死掉 你知道嗎 不過這不能想像 你知道嗎 好 那 所以網路很重要 臉書很重要 OK 包括我 故意拍這個 這個就是我拍的 這個就是 其實第一天晚上 318充進行政院 立法院之後 就開始媒體就可能 說 你會 因為媒體就是選擇性 打破玻璃啊 什麼 再喝酒 所以你撥到十字 你覺得這些人很好 在裡面太花了一樣 其實不是嘛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他是個社會運動者 他是 在一個基金會工作 他就 夾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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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那個 iPad 就擺在那邊這樣播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實的行動是可能 學生不是在裡面 感覺起來好像在幹嘛 所以其實 那種路好像 iPad那個 喔 真的比不一定啊 欸 欸 對 然後 我覺得變成它 比如說 台北高的多南部 這次台灣 隨意也是一樣 我講說南部有很多動物 我講說 以前的話就是 在台灣 台灣以前 就是透過自由派結合 然後變成這樣 現在我們大概沒有 自由派結合 然後 反而就是 出現就是 比如說一點 學運的分別 老師 所以 師生動謀 然後比如說以前 有果有名 我覺得以前那個調性 非常的悲憤 你知道 那現在很苦手 比如說舉個例 大家知道那個 現在台灣的太陽花 學運變成太陽 學運 喔 誰動水我太陽 他講的 太陽花 所以 太陽花 所以 太陽花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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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覺得比較不是那種 傳統知識分子 好像我覺得 今天價值 憂而憂 我好像一定要絕食 我好像寫寫書 寫寫書 寫寫書 我覺得 上面是寫寫書 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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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 整個 學運的文化 情緒表現 是有變得 對 好 我覺得 那我覺得有個變識 更明顯的自我意思 跟世代意思 比如說 在那個Y7 那一代 在這一套野百 對 對 那我舉 就特別舉 野場 比如說他們自己作為一首歌 叫野沒唱歌 那這首歌 那這首歌 如果可以點 就不會說 沒關係啦 給大家看歌詞啦 意思是說 你看這歌詞 每次都自己 每次都是我 每次都是我 可是我非常自我中心 我覺得 自戀文化 在這個世代 某個程度 你叫演出 就是你演 演出 可是我覺得 很多考慮的展現 其實是 這個世代 是真的 一進步到自戀 這個 丹尼 有那種氣氛在 我覺得這個氛圍 已經某種改變了 故事 那我覺得在台灣看到 其實 聖學院都越來越吵 越來越美學化 就是說很多的圖片 都很漂亮 就是媒體大 媒體總斷流說 我去遊行 那種文青 你現在想到以前那種 生業學院那個 我會覺得那是視覺災難 現在覺得 好像每次 你看這個就是 紹興社區 然後他們去做文詞調查 然後分享每一站 懶鬥的故事 生意 就覺得 有時候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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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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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的主題 決定主題 像台灣啦 我覺得其實跟香港很多 你可以找到 類似的啦 那個 不過我覺得社會正義 尤其去質疑那個 發展主義下面 有一些受害者 那你通常可以找一群受害者 這一群受害者 好可憐 然後可以一起 很壞很壞的大財法 然後或者很壞很壞的 敵發股 什麼 就有 可以很樣本 幾乎可以很樣本 每一個幾乎都是這樣子 要塞著一棟 好就好就好 好慢的堅持 跟大財法 會是這樣 這種學生其實會 比較被這東西所感受 我覺得這是感受的力量啦 那 更受他們的 第二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在台灣 就是很危險 那你也不能說 這是台灣 台服啊 我覺得不是啦 新生代的想法跟 我覺得新生代台灣 是在台灣看到的 跟你說跟那個 台服基本教育館也不太一樣 我想第一個 台服基本教育館絕對不能 接受中華民國國語 可是你接受看 包括佔領地保院好 都拿國語出來 好 那第二個是說 你說 如果是台服基本教育 絕對不能接受講國語啦 可是這個 這個才覺得 就不一樣啦 我覺得現在台灣 跟總是比較像是 生活方式的維持 好 那 我講那個 反媒體壟斷 反媒體壟斷是因為 那個蔡衍明 就是光忘記的 回去弄中時 然後又要搞 那個 館品 然後搞不少的案子 那個其實一開始 學生沒有參與 學生到什麼時候參與 一開始是 2012年年初的時候 是自由派學者去罷他 阿嬤沒有用啦 蔡衍明就 那後來到一件事情 學生開始覺得 誒 當媒體壟斷的時候 會改變我們是什麼 那個 如果要問成為例 我一定跟你講說 誒有一天啊 我畢業是出錯商 就是 魚啊 吃完之後 有人打他看到 誒 你被告了 為什麼 汪汪說要告他 告他說 他告他什麼事 他只在臉書上轉 遍一則新聞 一則新聞說 欸 汪汪好像正照了個獎新聞 那汪汪就要告他 那這時候 開始就發起學生參與法 那為什麼學生會有感呢 就是說 你 你 中國時發過 旺旺或中間 你亂講什麼 學生不會管 可是如果當他會影響到 你使用臉書的自由 他會告你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這個超有感 這是不是 中國的藝術 開始改變你的生活了 我開始注意說 我臉書上脫的東西 是不是 變得到某些人 所以那時候 還有這學生投入嘛 其實莫汪汪的書 是怎樣的 其實那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 謝謝 那看看未來喔 我覺得在台灣抗爭 不管這次 呃 學生運動 他很像是在這邊弄一個 調到他的視覺 可是以這麼多規模 最多到兩鄉萬人 那如果在夜百合那個時候 我跟YC那時候參與的時候 我 因為前陣子剛好跟一個 參與夜百合講的意思 他說 只有他知道 一定要最多多少人 最多晚上睡覺的時候只有自分 已經在那邊記錄了一半 那最多太多人家給我八千人 他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他發了 最多八千的電話 對 然後晚上就六千個人 睡在 所以他說是這樣撲出來的 那可是你們這次 都沒有佔你立法院 那多數個外面的外庭 一大兩三萬人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世代其實是產生的 我覺得那 包括主流文化裡面 你看台灣你說主流文化 其實都是呼應的這個現象 比如說像台灣如果台灣場面有政內嘛 有七排內嘛 有七排內嘛 你會選擇七排內 你會選擇七排內 可是你看 比如說主流文化 他也出現這個原因 然後包括一個 我覺得是不是在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 就是跨國主義 跨國主義 比如說包括台灣的 比如說 香港最近好像 金融自由主義 有很多的 那比如說台灣也會有開始深淵的活動 然後比如說馬來西亞去年 去年差別他政府成功 YC有回去投票 YC回去投票 都上了當地 機關報局的頭版 對不對 有啦對不對 對 當地等等 對 其實就是在台灣的大馬 覺得很關係 對 台灣覺得很關係 所以 比如說陸生在台灣 其實也滿有趣 陸生在台灣比如說 參與到六四 來這一次的反眠 反不貌我認識的一些陸生 也就有看到 對 有說 出國人 有時候我覺得其實滿有趣 就是說 我當然我看到 我無關他也是在台灣 因為你會看到 其實有一種跨國 當然都是因為滑人 不管你 不管你是來自哪 也有辦法 然後就想說 在台灣哪 這樣就這樣 就是我不會覺得就是說 有一種 跨國際的一種 運動的 共同體的身份在持續上 那我覺得這也是有趣的 那他們最密切可能是 泰國的一天 因為泰國太多講師事 那我應該對泰國的一天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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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